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 首先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进行了期待已久的通话 双方探讨了对伊朗的回应措施 这一会议可能会影响未来的中东局势 接着日本首相石破茂宣布 将设立新的地方创生总部 旨在推动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 这对于日本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韩国总统尹熙悦在东盟会议上表示 韩国与东盟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将提升双方的合作层次 开创新的历史篇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BBC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与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 进行了备受关注的通话 讨论了针对伊朗导弹袭击的可能报复措施 双方的对话被形容为直接和有效 并达成保持密切联系的共识 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 将对伊朗进行致命且精准的反击 而以色列内部则存在强烈的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呼声 尽管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严重伤亡 内塔尼亚胡仍未能实现消灭哈马斯的目标 前总理贝内特主张 以色列应抓住机会打击伊朗 认为这是削弱其核威胁的关键时刻 强调以色列的历史使命是阻止恶政权的核扩散 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众院解散后宣布 将设立地方创生总部 计划在年底前制定十年的基本构想 他强调地方创生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 和提升国民生活水平 并表示将增加地方创生交付金 推动地区自主发展 石破还提及 日本面临的复杂外交安全环境 呼吁利用全部力量应对中国、俄罗斯的侵犯和朝鲜的导弹威胁 并表示将与自民党讨论修改 日美地位协定及亚洲版北约的构想 此外 他还承诺改善自卫观的待遇和工作环境 积极推动相关政策 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尹熙悦在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宣布韩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旨在提升双方合作水平 尹熙悦表示 韩国将继续重视与东盟的关系 并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未来领域扩大合作 他强调 韩国将作为追求共同繁荣的伙伴 推动全面的合作项目 包括国防军工合作和网络安全力量的加强 尹熙悦坚信 韩国将与东盟国家共同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携手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香港电台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 在老挝万象会晤 强调中澳关系的互利共赢本质 李强表示 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 欢迎澳洲企业投资中国 并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 提供公平的营商环境 他指出 和平、稳定的亚太地区 符合中澳及其他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 愿与澳方共同努力维护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阿尔巴内塞则表示 澳方希望加强与中方的对话与合作 最后变化等领域 今日华尔街分析了中欧之间日益紧张的贸易关系 警告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 随着中国出口的增加和欧洲进口的减少 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 引发了对全球化公平价值分配的思考 同时 印度外长即将访问巴基斯坦 这是十年来的首次 尽管专家认为不会有重大突破 但这一形成可能暗示双边关系的微妙变化 此外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面临外交挑战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 美国的外交存在感 显得捉襟见肘 可能影响未来的国际格局 经济日报报道 特朗普拒绝与贺锦丽再次辩论的决定 引发关注 他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不会在11月5日大选投票前 与贺锦丽进行更多辩论 并拒绝或是新闻的邀请 特朗普之前与拜登的辩论表现良好 而最新民调显示 贺锦丽的支持度略高于特朗普 反映出选情的紧凑 尽管如此 44%的受访者认为 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表现更佳 这表明他在某些议题上仍具优势 东方法日报报道 前台湾总统蔡英文 即将于周六12日 出访捷克及其他欧洲国家为期八天 为了确保他的行程安全 并预防中国大陆的干扰 台湾国安局特勤中心 及外交部等单位 已组成先前小组 提前抵达欧洲进行保安部署 蔡英文的行程 包括访问捷克首都布拉格 法国和比利时 台媒指出 此次行程极为敏感 必须采取更为谨慎的安全措施 国安局将提供8至12名护卫 并在必要时增派人手 对此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批评台湾当局 在进行台独分裂活动 呼吁相关国家遵循一中原则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德国之声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 在他的首次国庆演说中 重申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地区的主权 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他提到 历史上的古宁头战役和823战役 表明台湾人民 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共同努力 赖清德还表示 台湾决心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并愿意与中国在气候变化 传染病防控等领域进行合作 他呼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尽管演说内容保持了一贯的立场 但学者指出其中提及的互不隶属 及无权代表涉及北京的敏感红线 中央社分析 赖清德的国庆演说 以团结为主轴 提到辛亥革命和美丽岛事件 强调蓝绿阵营 共同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 学者指出 演说的四大主轴 包括国家安全的实力保障 台湾作为世界民主大联盟议员的地位 以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的立场 赖清德在演说中提到 中华民国已在台澎金马扎根 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这一立场 不仅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共识 也展现出对外来威胁的团结应对态度 中央社报道 总统赖清德 在双十国庆演说中强调 政党利益 不能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 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 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赖总统的呼吁空洞无误 且与其实际施政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他指出 赖总统在上任近五个月内 未能展现出有效的施政成果 反而加剧了社会撕裂 黄国昌批评赖总统 在演说中 为提及人民关切的司法与媒体改革 显示出其对民众期待的忽视与心虚 进一步指出 赖总统的言辞与行动不符 未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团结 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提出 四个不便 包括捍卫国家主权 维持台海和平 希望两岸进行对等尊严的对话等 他呼吁个政党团结 推动国家利益 高于政党利益的发展 演说中 赖总统提到 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的根基 并强调民主自由的成长 坚决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此外 他还提到 台湾年轻世代的创新精神 承诺将面对高房价和诈骗等民生问题 展现出对人民生活的关注 星州网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 首次出访辽国 参与东盟加三峰会 及东亚峰会 他在出发前的记者会上表示 将与东盟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建立关系 但不会提出 亚洲版北约的 概念 他强调 该议题在日本国内尚未充分讨论 因此不打算在此次会议上提出 石破茂的行程 将包括与多国领导人的双边会晤 聚焦于经济合作和地区事务 显示出日本在东南亚的外交重视 星州网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 在双十节大会上发表演说 重申两岸互不隶属的立场 强调中华民国 已在台澎金马扎根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他表示 台湾将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 并愿与大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如气候变化和传染病 他还提到 世界各国对大陆的支持 是希望其能为全球贡献 而非单纯的经济发展 同时 赖清德强调 作为总统 他的使命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呼吁个政党在国家利益面前团结一致 超越政党利益 《经济日报》指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出访克罗地亚 积极争取国际援助 以抗衡俄罗斯 他表示 若采取果断行动 乌克兰有望在2025年前结束俄乌战争 泽连斯基在东南欧峰会上强调 依靠盟友的支持 乌克兰可以推动局势稳定 并呼吁各国投资乌克兰的武器生产 以增强未来的军事力量 他与克罗地亚总理 签署了为70年的合作协议 展现两国间的紧密关系 并计划继续访问其他欧洲国家 以争取更多支持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赖清德在国庆演说中提到 中华民国的建立历史 强调民主价值的重要性 他回顾了113年前的理想与报复 表示台湾人民的斗争 是为了建立一个民友 民智 民想的民主共和国 赖清德呼吁全体国民团结一致 共同维护国家的主权与民主自由 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他的讲话 不仅重申了对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 也展现了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鼓励国民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NA is dancing microbes always prancing cure for every puzzle genius with no muzzle from big bang explosions to atoms in motion the universe and oceans perpetual commotion cure for every puzzl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cure for every puzzl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n the sky now holographs we say wow quantilates and robot science news that we got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and you'll see you then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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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